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心如的服装选取 灯光 道具都极度专业地贴见了导演想要传达的气氛 举个例子 林心如那身格子戏袍就非常好 首先衬托那个年代女性演员的体态特点 颜色内敛 但图案又起到了帮助主角吸引视线的作用 此外 重复的图案也有一定的潜在悬疑暗示作用 服装道具 背景和化妆都不用说 各个地方对民国时代的还原非常舒服 看得出绝对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与导演和美术相比 剧本就显得比较弱 主要还是结局 悬疑篇结局一定要有大的翻转和结实 而且还要有足够有力的背后故事 在这点上编剧做的不算厚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但是 在一片廉价惊悚的烂片中 这部电影算是相当不错了 我感动的点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是在杂技班出演之前上香的时候 具体的台词我忘了 但在那刻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 靠手艺吃饭 诚诚恳恳 不丢人的感觉 对 电影就是这种感觉 导演很专业 剧组很专业 剧本有缺点 尤其是当成恐怖这个类型片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当成爱情片来看 反而观影体验比较好 那就可以把两个女主之间的较劲描述出来 作为导演 手艺好 我好 这个真的是没话说 依靠手艺吃饭 不丢人 其实片子拍的有点偏 片子并不恐怖 但是却挺感人 这个一定会是观众的槽点 来看恐怖片的观众 其实是出了类型来的 如果不恐怖的话 这部分观众很难去欣赏片子好的部分 但对于我而言 因为我本身并不带出使期望 所以觉得这片相当不错 难以置信和让人惊叹的是 很少的篇幅里 竟然可以让导演爱上女主编的可信 这个真的是功底 戏中戏的设计也是非常有亮点 民国时代电影的感觉还挺让人怀念 去年有段时间看了民国时代软淋浴的几部片 比如《神女》 《三个摩登女性》和《小玩意》等 有点感慨 其实哪个年代 电影工作者的心都是一样的 希望通过屏幕传达故事 尽管那个年代技术没有发展 但其实演员 导演和剧组都是一样的经验 可能还有更多的理想 导演在里面的戏中戏 多少也是致敬和怀念那个时代吧 顺便说一句 各种考究的美术服装灯光和化妆中 林心如可谓演绎出了一种民国时代的风华绝代 绝对是一大看点 这个片如果和上礼拜的几部片同时上映 那么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可惜的是 这个片子遇到了当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手艺好的导演 对上极好的编剧 结果如何呢 加上恐怖类型本身是小说 又有一点类型错位的问题 很有可能将是一个被错过了的 其实拍的还不错的片子 木鱼的完全主观评分 导演8.5 剧本6 美术灯光道具化妆8.5 不错的演员表演 但又有恐怖片的类型偏差7 总评7.5分 虽然看起来是恐怖片 但是感情描写是亮点 有一个很多蜡烛的场景 美术非常敬意 导演活好